要围捕前方的轿车 圆紧手拿紧棍冲上前 猛砸车窗 一下两下把车窗砸破 圆紧接着拉住车门大声吓阻 车窗被砸破 车上驾驶和乘客眼看逃不了 一共五人乖乖下车蹲在路旁 不要跑 下车 很快 下午一点多 圆紧在台中市柳川席路三段的巷口 发现轿车行迹可疑上前拦查 但驾驶不但不肯配合 还跑给警察追 圆紧在后头追了约一公里 终于拦到车辆 驾驶身上浓浓的酒味 一侧果然酒侧值超标 酒侧值以超定法定值 那前来车上令其他载车的乘客 都经理规定给予告发 驾驶大白天喝酒 甚至酒后开车以为躲得掉警方拦查 而车上其他四人也通通移送法办 沿路狂飙躲紧车 索性没伤到其他民众 记者陈广瑞王百英台中采访报道